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节目 点赞留言打赏 对老杨私房茶和老杨推荐的三款葡萄酒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扫二维码进去里面了解一下 欢迎选购 谢谢理解和支持 继续来谈一下胡锡进的效应 现在坊间传言很多 说他被双规 说王毅举报 诸如此类的东西 我认为这只有有一点无奇之谈 但是胡锡进 以南是一个新闻事件 尤其是他跟仁丽之间的这个 批评和反批评 胡锡进的效应就出现一个很调诡的现象 军演还没结束 仁丽的批评 又引发了胡锡进的强烈反应 有人认为这充分反应胡锡进的求生欲 今天的纽约时报 也就是8月5号的纽约时报 原历的分析文章 也注意到了胡锡进的现象 他认为环球时报退休的总编辑 胡锡进在过去30年 他办的那一份共产党小报 以及胡锡进本人 在煽动中国民族主义方面 可能扮演着极为重要 或者最重要的角色 胡锡进在上周的推特 首先提出 如果佩洛西访问台湾 中国应该击落他的飞机 于是在微博上 他呼吁自己将近2500万粉丝 支持官方的所有反制行动 同仇敌爱 他说我们一定要有强有力的 反制措施出来 打通美国和台湾 他的周围有血 尤其要打到台湾当局后悔 找不到吗 好了 佩洛西的飞机 没事到台湾降落 中国当然也发表很多 措辞强硬的谴责 然后宣布了一系列 令人生畏的军事演习 但由于没有采取 任何直接的军事行动 很多民族主义者 感到自己受骗上当 他们心目中的英雄 比如说胡锡进 还有赵立坚 失去了一点点光环 到了星期二的晚上 胡锡进的微信账号 被愤怒讽刺 辱骂的言论淹没 有个网民 说我要是你的话 我现在不敢发一声 非到躲 非地躲到台湾统一那天 才出来 袁立也谈到了仁义 他的仁义是在 哈佛大学毕业的 民族主义博主 发表的尖锐的批评文章 敦促遏止胡锡进的影响 袁立认为 胡锡进现在是 环球时报的专人作家退休了 站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 记者的位置上 想把他从这个位置赶下来的人 并非只有仁义一个人 其他评论者和社交 网络媒体的朋友 也都想追究他的责任 胡锡进说 他现在成了出气筒 也有评论说 胡锡进则是中国把 佩洛西访华的回应之一 暗示要把所有责任 都指向他可能表明 政府可能正在寻找替罪羊 迄今为止 任力已经连续发表两篇文章 批评胡锡进半年的角色和言行 表现过大和失错 指责胡锡进的 一论导向上 患了根本性原则性方向性错误 当然我们也知道胡锡进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昨天开始缓急 昨天下午 有人注意他使用了不再是苹果 而是中兴手机 民族主义不能用苹果 胡锡进在这篇文字上 劈头盖脸的直言 有人不断攻击我 但有不搞倒老胡 恃不罢休的意思 何必呢 我本来恃他们为友军 现在正是冲锋的时候 我对他们突然把枪横过来向我扫射 感到惊讶 胡锡进果然也当过兵 他特别就提到了 对我攻击最猛的人是一位80后 网上较权威的途径介绍 他是8080年代一位省委书记的孙瑞 曾经在英国美国求学 得到了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的硕士学位 在美国著名的研究机构工作过 任志于北京一家中资投资银行 长期往内北京跟香港之间 他有不凡的功底 胡锡进说 我一直认他是共同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友军 但是他这次反复攻击我的时候 强调他很支持国家对佩洛西窜台的整体应对 支持台湾岛的军演 我跟他立场很一致啊 为什么我对他的不搞倒 我就事不罢休感到很不理解 这依老卖老的胡锡进 对八年后的人力多少有点不屑 开始揣摩人力疲通他的原因和动机 他认为第一 人力是读书多 见识也不少 但他是属于这个社会的三好生 对舆论战的认识来自于书本和精英聚会的高谈拓论 他不了解老胡 老胡从一开始到今天是如何实际党的舆论战 我们是怎么穿插怎么突破 又是怎么挂踩 自我疗伤 他说我私下在很多场合说过 我们是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一支特种部队 那么特种部队的特点是什么呢 一忠诚 因为不忠诚打不了艰苦的斗争 打不了艰苦的战斗 忠诚不绝对 绝对不忠诚的不细极版出现 第二打得远 战略导弹部队 所以打得远会遭到很多极其复杂情况和险境 有时候自己要独立做断然决定 第三 有时候被误解 被自己人追杀 他说我想最重要是寻求最大的理解 因为我们一直行走在刀尖 看来呢 组织上给他的余地也不多 就是在刀尖 我们不求奖励 但求包容 他说我退休了 不再是个团队 真正的牵你走单膝 但是我的逻辑没有变 信仰没有变 依然是特总兵 在每一场维护公国国家力的战斗 我希望我有一个身影 胡锡进不愧是党多年的教育 参国军路过党到兰斯拉夫也练过 当然没有当上中宣部的副部长 有点浪费 胡锡进自己当然也自我检讨坦诚 这次打佩洛西我的话说得最重 我的那些话开始牛了 成了白宫和国防部劝佩洛西 不要这个时候访台主要依据之意 他不知道哪里得来的信息 也成了美国部分主流舆论和战略学者 反对佩洛西访问台湾的理由之意 老胡 他说我的这些众话是有价值的 美国内部的博弈很复杂 我的力量很有限 结果不一定很确定 就说他很容易自圆其说的本事还是有的 他到去年开始会说明自己是有贡献的 去年 蓬佩奥计划在离职前 串访台湾 他写社论 警告蓬佩奥如果在离职前访台 有可能引发战争 台湾陆委会当晚就做出了紧张的回应 第二天美国国务院针对社评回答提问 表示蓬佩奥没有离任前访问亚洲的计划 他这次当然这次跟上次不一样 这次另外一个结果 老太太完全不理会我的指责和恐吓 胡继军当然也有点自我一个定位 他认为自己是舆论战中裸露在装甲战车外面的一个士兵 没有组织关怀没有阳光雨露 在装甲战外面孤单单的一个战兵 我的话说的越重 个人的风险会越大 因为没有装甲保护啊 最容易被瞄准击毙 谁瞄准当然是敌方 没想到自己人的背后捅了好几枪 但是他认为我没有退出的理由 他仍然坚持认为自己二月晚 二号晚上公众的叹息 是中国公众信息的灾难 他认为这个说法 看法是缺化经验 如果现在仍然坚持这个看法是一种浅薄 是把一个斗号 顿号 活生生看成句号 这是有点教训人意的意思了 还有一个理由 认为有两个原因 人意为什么骂 他说那位攻击者 一路走来顺风顺水 上网后好评居多 可能对老胡退休之后 继续保持在互联网的影响力不满 想让老胡挪地方 他大概希望自己振臂一呼 就能够调动起对老胡全网的征伐 进而让这种讨伐转化为老胡体制内的杀伤力 他知道这个厉害 说老师能力昨天第二篇文章 对胡细进是杀伤力是足够的 他说我不敢猜测 他有没有不良的用心 如果对方攻击 我是处于攻心道义 就算我小肚鸡肠一次了 愤愤不平 这胡细进 受不了 这80后 赶到老子头上冻土 缓过来也教训你一下 胡细进当然最后还要兜回来 他说舆论产商相互批评是应该的 但不要搞诸心之路 不应该害人 他还担心知道这个会害人了 很多人在网上批评 我就具体言论怼我 但这一次这位仁义 举其对我攻击不是一回事 不是一回事 性质很严重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胡细进版就出现 爱国阵营应该很庞大 声音应该很多元 形成交响乐队的效应 而不只只有一种正确的声音 这个明显呢 跟党中央有点不太一样 虽然为了佩洛西访台出现的争论 而且激烈的争执 但我希望我跟那些攻击我的人 继续是对外斗争的友军 又兜回来 这个老江湖写东西 有人说他善变 有人他说他固执不认错 仁义昨天说那东西 看来也多少有一点这样的痕迹 第一 从胡细进的这么一个反应 看来仁义兔主席刺痛了胡细进 仁义的批评意见不仅是他一个人的 恐怕有一定的代表性 这些意见如果采取地责旨 就一步一步的送上去内参 未必会受到重视 地责旨很容易就流中复发 或者被当成是你在打小报告 干脆我就直接贴出来 反而产生的地责旨 所没有发产生的传播效果 胡细进现在的一出计划 他说明效果已经出现 他知道人力这篇责旨的厉害 第二 胡细进认为人力是友军 这么一说来看来两个人的组织系统 不一样 一个只属中宣部人民日报 另外一个不知道有没有组织关系 或者有人管着看着 我们也不得而知 胡细进强调自己的特种部队特种兵 是没有装甲的 站在装甲车外面的一个单兵作战 中成打得远 有时候被误解 有时候被自己人追杀 但是现在呢 因为退休了 讲的话呢 跟环球时报没关系 现在单兵作战 但是中成不绝对 绝对不中成 这是所谓的人家认为 他的求生欲 的表现 跟这一番的表白 看来有关系 他知道人力那些呢 是有杀伤力的 第三 潜意识上 胡细进打心眼里面 瞧不起人力 这个红三代 根正苗红 结结实实的 读过哈佛 跟过傅高义 但他不懂舆论战 他的舆论战的知识 看书本 和精英阶层的高谈阔论 喝着红酒 喝着咖啡 跟我不一样 我是实战练出来的 之所以对胡细 有如此这般的责难 批评 可能他开始了 对老胡退休之后 继续保持互联网上的影响力 不满 想让老胡疼地方 希望自己能够 振臂高乎 让全家把他赶干了 然后呢 这个位置呢 让兄弟我自己来干 就是呢 这段话看出胡锡进 有一点点 沉不住气 有点着急了 第四 有个笔名叫 陈傻子的作者认为 胡锡进 自称不懂流量能挣钱 他认为他不老实 没有说实话 但胡锡进 持诚网络多年 比很多年轻人 都精通网络写作和窍门 他是一定知道这些人的流量收入是多少 他现在说的从来不知道流量这么值钱 这是他不诚实的一方面 他来交代自己的这个 像组织上交代自己的财产收入 可能没有谈这一笔 他会不会说他偷税漏税呢 他说这一次他迅速的对于人意的反驳 我认为他说了实话 第五 海外的媒体 约于胡锡进 搞不好会成为背锅侠 认为胡锡进的很多言论 总能得到很大的关注 获得很大的流量 这是不争的事实 他也因此被人讽刺 他既不是鹰派 也不是骑墙派 他是流量派 不过他认为人意此举要取而代之 如何如何 说老胡 那的确是低谷了人意的能量和志向 愿意像胡锡进这样 乐不可知的扮演现在这种角色的人 这些人来来去去 也就这么几个 胡锡进 周小平 卢克文 李毅 陈平 金灿龙 张伟为 想和这一波人 唯有的人 体制内 体制外 应该不会太多 稍微 还有一点点 骨气气节 良知的人 更多是表示 跟这些人 割席而坐 近百年来 甚少 有媒体人 愿意这样 拓面自干的 甚至包括 执政党的 喉舌群体中人 能数得出来 也不多 第六 中宣部人民日报的陀镇 会不会也帮胡锡进同志一把 灯高一呼 老胡不能走呢 陀镇 现在座长人民日报社 意气风发 又是中宣部副部长 陀镇当年整顿 修理南方周末 那股狠镜 就看得出来 他跟胡锡进同志 也是一伙 他应该会给胡锡进 送一点组织上的温暖吧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午前几个小时